一拆迁谁都怕你拆迁 一拆迁这一平房比十几万 一间破平房都是一百多万 一个小平房一拆迁就是一百多万 但这一百多万 为什么既想怕拆迁又怕拆迁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继续往下听一听 这一百多万 但是这一百多万呢 你要买一个两个石 还买不上 所以一间平房你买了个 销区线你就买了个 现在不是好些人就不怕拆迁 要怕走 真的走不走 道无所谓 所以说我觉得 你要盖核心区 索性掏点钱 叫老百姓掏点钱 都问题不大 你该改善改善 你只要给老百姓好处 他都愿意 你本身拆迁是好事 改善老百姓 你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谁愿意 谁愿意他们好处还以后 不提高点住宿 不提高点这个 住什么河医区 非常软 什么医院 而且你现在有什么医院 还是方便 方便 你说医院这个 你要到那去 你要说买点东西 得坐车到拆着找的 不方便了这样 不走向现在的话 你走向老家的话 你哪怕你盖明清东西 对 你盖明清的厨房 对 你也应该盖 你也不能老婆婆 乱乱的 哈哈哈哈 虽然老百姓住着太太不舒服了 不是不舒服 就是说你 你要保存 什么时候发展 那你你这个这个 从天门里面发展 你还该修修了 好好的整理整理 修设一下 是 原来这个楼 就这个 原来 是一个 给拆了 拆了 原来是谁呀 民主人是叫什么 给拆了 原来我走的时候 原来这边有个四医院 比如这儿以前是那谁 李延红的那个住宅这 是吧 说说这大楼 这我不太清楚 反正最早的时候 我搬的时候 就是四医院 四医院站的是那块 李延红的 对 原来 原来 纺织工业部改了以后 改什么部了 这边 盖 还在盖部这个 核心区域 可能是 东城区还算 最多的 对 地位最多的 对 原来还真 很少 少了 原来还真是 都高 他没有 高档的 人们什么 就不 没事 没事 对不对 阿姨说完 步履盆山的往前走 留下了我羡慕 深深的思考 最近走北京的胡同 也听到了很多 关于腾退的事 其实不是 胡同里的人 和对此 有很多的误解 虽然补偿个一两百万 但根本不够买 五六环外的一套房子 大家是走呢 还是不走呢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当然 谁都想着 盼望着生活 越来越好 能享受到发展的红绿 能改善一下生活 让老百姓过上 美好的幸福生活 这也许是 中国梦最好的体现吧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天下寒室 几荒原 相信 这一天 早晚都会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